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 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五天 第五百二十四集 在施展出了命运之裁决以后 寡妇制造者所加成的属性才将消失 等到重新合一的时候才会出现 但当斯科特的野望与斯坤的愤怒同时出现的时候 将出现了套装效果 所有属性加五 体力值加一百点 所有攻击力提升百分之八 套装主动技能 刺杀抛甩 用武器锐利的尖端刺入敌人的身体 将之举起 抛向远处 在刺入的过程当中 会对敌人造成武器伤害乘以五的伤害 在敌人落地的时候 将会产生范围为六米的震荡冲击波 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一百三十点的 无视防御力伤害 并且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使其跌倒 本技能属于摔头技范围 将消耗十二点精神力 在潮水一般涌来的农夫义勇军的面前 领袖一锁一右 分持着两把辉煌无比的银色战斧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只展现着银色翅膀的凤凰 凌空高速翱翔邪律而下 铺入进了铺天盖地的 涌进来的农夫义勇军当中 此时的方明自然不会忘记 给林秀的斧头上加上火焰强化效果 那把加石的斯坑的愤怒 本来就是群工的极品武器 自然不必多说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斯坑的野望 它本来的攻击类型就是由物理伤害 加上冰冻伤害构成的双手性 如今再加上方明的火焰强化 这一斧头斩过去 首先要进行物理伤害的判定 接着就是附加的冰冻伤害的判定 最后还有通过火焰伤害的判定 这一斧头斩下去 看着敌人冒出那种华丽无比的 一排长串的伤害数字 感觉那个成就感是相当强烈的 通常在这样的群体战斗当中 人数方面战军烈士的一方 是最害怕打成持久战斗 毕竟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是有限的 最初的时候 或许能够发挥出百分之一百二的战力 随后就会慢慢的下跌 若是得不到适当的缓冲休息的话 那么被围攻致死 这迪兰要塞的几个巨头 爆死就是被活生生耗死的榜样 但是林一秀此时却是没这个担忧 他没有感觉到疲惫的时候 空魂技能已经召唤出了整整八名傀儡师 虽然傀儡师不能享受太阳神的屁股 顶多也就在密集的进攻当中支撑个二十秒钟左右 但是他们可以源源不断的被召唤出来 能够充分的保证 林一秀有着可以停下来喘一口气的时候 也就有效的短暂的休息 在其中恢复战斗力又保证技能的连贯性 林一秀仿佛是一股银色的庞大旋风一般 席卷进了农夫义勇军当中 一时之间断碎肢体乱飞血水狂飙 给人的感觉 仿佛是一辆高速行驶而来的亚路鸡 从这地面上碾压而过 短时是血肉模糊狼藉 而被复生而来的傀儡师 竟然还具备了屠夫那样吞吃尸体 来弥补自身体力值不足的功能 他们的牙齿丝尘血肉 咬裂骨骼肾人的细响 便开始折磨在场的所有的农夫义勇军的神经了 顿时哭嚎声不绝于耳 冰冷的鲜血在这狼吞虎咽当中飞溅开来 是醒的气味侵润着在场所有人的鼻黏膜 哪怕是被狂热的信仰所催眠的农夫义勇军的脸色也开始发白了 他们努力的压抑着威力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 而在这样近的距离里目睹着这样一场人对人的残暴的吞食 相信无论是从肉体还是灵魂上都是一种深刻的震撼 他们可以无视死亡 因为他们深信与其被活活饿死 还不如为了自己的王而战死 灵魂此时也能够光荣地生入进王国和天国 但是面对这样死死后都要被邪恶的法术控制 吞食自己同伴尸体的残酷现实 农夫义勇军们也不禁为之退缩 而失去了信念的农夫义勇军 看似穿着盔甲与武器 其实他们还是一群农夫 见到了这样的情况 梅林不禁是又惊又怒 她就是手一举 手指上面的戒指光芒一闪 已经对准了林银秀打出了一团看似普通的火球 这个火球直接追踪着林银秀袭击而去 而这团火球飞出之后 顿时令得方明的微微皱眉了 因为她清晰地感应到了 这一团火球当中有着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 火球在外层以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而火球的内核却是呈逆时针的方向旋转 这样就能巧妙地将方明探入境的精神力给隔绝掉 只能感应到火球的核心中 隐藏着毁灭性的能量 这个火球就是梅林骨心积虑为方林所准备的 她知道擅长火系魔法的自己几乎是被方林完全克制 所以在事前就运用秘书来压制出了这个特殊的三种魔法混合火球 将之压入进自己手上的戒指里可以随时释放 这个混合火球的第一层与第二层在不停地旋转着 而最内层却是凝极的冰河魔法 梅林推定出方林乃是具备有特异能力的控火者 若是她故技重施想要再次吸收火球的话 那么隐藏在第三层的内核冰河魔法呢 就会在瞬间给她一致命的伤害 眼见的这个火球在空中旋转飞向着 似乎被无形的力量所牵引着 向着林银绣飞去 方林的唇角是微微下屁 她已经俯身弯腰突然间似箭一般冲了出去 直扑向了那团火球 明知山有虎便向虎山形 梅林你有阴谋 那又如何 方林就是一柄难以形容锋芒的力箭一般 在瞬间拦截下了那一团看似普通 其实是阴毒非常的火球 喉咙一声俱情 在方林触及到火球的一瞬间 火焰瞬间蔓延了方人数十米的空间 翻腾喧嚣 熊熊炙烈 只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迅速的缩小 被吸入进了方林的体内 但就在这个时候 空气里是寒光四射 冰冷的感觉立即扩散开来 而那个凛冽的寒意爆射开来之后 已经是这冰河魔法被引发了出来 方圆三十米内都被银庄租国所覆盖 就连下方的草地树叶上都被凝结成了一层厚厚的 晶莹的冰层 啪一声退起 方林冲斥不起 已经是步行飞出 这冰冷的四次飞舞过 晶莹若梦一般 给人的感觉 是那一记冰河魔法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而方林就在空中飘逸斜化 迎面一圈激向了空中的梅林 梅林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十分难以形容的微笑 她伸出手中的胡桃木魔杖 这个魔杖上面的干枯褶褶 如她脸部的皱纹一样 是深邃 轻轻地抵在了方林的拳头上 梅林虽然是个法师 而且还是个大法师 但是力量值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太高的 因此 梅林居然用魔杖来抵挡敌人的拳头 这就好比是用冷兵器战争当中 拿着弓箭来抵挡骑兵的冲锋 是那样的可笑 但是 方林的拳头触及到魔杖之后 就忽然间僵硬住 然后两个人相处的地方 开始出现了淡蓝色的冰层 迅速地蔓延到了方林的全身上下 在瞬间将它给冻结成了一具冰雕 包裹出方林表面的冰层 呈现出了冷酷冰寒的淡蓝色 就仿佛是死去的欧洲人的铜孔一般 原来 那一具冰河魔法的威力已经一滴不胜地作用在了方林的身体上面 直到现在才爆发了出来 这是梅林残酷的微笑还残留在脸上的时候 看似已经变成冰雕的方林 却将身体一挺 在眉心处闪现出了一道黑色的光芒 这冰线死散当中包裹在方林体表的冰层已经是散碎破裂 它蓄力一群重重击打在了梅林的脸颊上 而它这一群是那么的有力 给人的感觉是可怜的梅林的眉骨 脸骨都顺着皱纹的方向而分布碎裂了开来 梅林哑然痛叫着 因为剧痛的缘故没有人知道它口中叫了些什么 其中拳头在脸颊上面已经燃烧起了熊熊的紫色火焰 似是一块着了火的木材一般飞坠而下 而它无论如何都没有想明白 敌人这是怎么能够对自己精心准备的陷阱视入无睹呢 那个明经魔法的威力它比谁都清楚 足足可以让一条分流的河流都为之断流冻结 方林在空中一个翻滚稳稳落地 她半跪在地上 但是她的浑身上下又被迅速地覆盖上了一层淡蓝色的薄冰了 阴魂涂散地将它再次变成了一具冰之雕像 这个动气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 冻结的看似只是表面 但时间一长就会将人冰结成一具精英的冰雕 只是从方林的眉心当中 骤然间闪现出了一缕黑色的光芒 那光芒就像是一把无光的翠毒匕首 悠悠地刺入进了所有看到人的眼底 然后眉心正中那个诡异的语者之童迅速地裂了一下 砸了一下 方林浑身上下的冰层又再次砸离开来 这一砸之后 兵领死散乱飞 砸入进旁边几个想要来捡现成便宜的农夫义勇军的身体上 顿时将这几个倒霉袋冻结成了冰雕了 倒在地上瞬间摔得粉碎 方林破冰以后 浑身上下终身一震 摊开的左手手掌心当中燃起了一股紫色的火焰 紧接着紫焰转蓝 又由蓝变成了深邃的抹黑色 方林的左手瞬间捏成了拳头 猛然间击向了自己的胸口 黑色的火焰灼烧着肌肤 发出了难闻的皮肉烧焦的气息 一个清晰的拳印就印在了方林胸口赤裸的肌肤上 皮肉都已经被烧灼得翻卷了起来 而他的这一拳似乎已经是在刻意的将自己震伤了 最后是将口一张 哇的一声 呕出了一口带着白雾的鲜血 鲜血在空中传出了叮当的响声 乃是里面的暗红色冰块在相互的撞击着 落地以后 顷刻间将周围的地面上迎接出了一层白霜 就连周围的雨水也被冻结出了碎冰来 探似伤中呕险的方林 却是在此时精神为之一阵 他额头上面的雨者之铜 黑光大盛 瞬间已经闪烁的若星光一般 轻刻间再次锁定住了远处的梅林 这位大魔法师 好容易才强忍剧痛 扑灭了全骨上燃烧的紫色火焰 他还没有来得及查看方林那边的情况 就已经觉得一股邪恶冰寒的精神能量 遥遥地传递了过来 锁定住了他的位置 梅林的心中一惊之后 发觉这股精神能量其实并没有多么强大 心中顿时就为之一松 正要聚集起力量 再次发动戒指当中 事先存储好的另外一个魔法反击呢 但是重任性 他竟然发觉敌人的那股精神力 分成了两股并且威力强度丝毫没有削弱 给人的感觉不是河流分成了两条支流 而是直接复制了过来 刺是两条锐利的成针一起直刺入进他的脑海深处 并且那两根成针刺了一下之后 还要抽回去蓄力再重新刺一刺 也就是说实际上梅林是同时被攻击了四次 而这正是方林发动了拟化技能 启动了双核精神力的特效 并且又发挥出了脖子上项链加七 机器人安迪格斯的内核连续施展了两次相同的法术的特效 精神冲击 梅林一手捂住口臂 双耳当中有两条红色的血液 似小蛇一般蜿蜒流淌而下 他闷横着 两枪倒退 整个人都处于眩晕状态 而林一秀此时已经对准 他发动了疯狂突击 远远的拖拽着两条银色的光芒长龙似的奔行而来 拖着滚滚的泥水血痕 直接撞在了梅林的身上 斯科特的野望 与斯科恩的愤怒 这两把长柄武器的攻击速度虽然并不快 但是两把武器的攻击力加起来的话 已经达到了几近三百点的高攻了 就算要除去物理防御力的减伤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击之伤 两轮攻击之后 梅林身上已经横七竖发 多出了几条深深的伤口 身极肺腑 他好不容易恢复过来 蒙人间觉得腹部这么一凉竟然是被活生生的刺穿 然后直接高举起来 旋转了几下重重的向着旁边的农夫义勇军最密集的地方摔了过去 刺杀抛筒 梅林被打着旋抛到了农夫义勇军当中 眼见得此时的他已经是出气多尽气少 还将打骗的勇军给震着抛飞了开启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雄壮无比的魁梧大汉已经是踏步奔行而来 他也不见有什么动作 粗大的双臂这么一分 周围的农夫义勇军便若是操风浪烈 一般是纷纷亮枪倒退 那种气魄呀 只将这千军万马 藐视成的闲庭信部 这大汉 汉样子本来是打算拿手去抓的 见了这梅林奄奄一息的模样 冷笑抬头 抬起一脚 直接踏了下去 梅林的脑袋 顿时就像西瓜一般 破裂开来 红的白的混合着泥水 旁边还有花白的头发和胡须杂合 给人的感觉是诡秘而惨烈 有一句话呀 叫做为了大业而干脑涂地 梅林虽然只是脑随涂地吧 但此情也可谓是死得其所 鞠躬尽瘁了 比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